非常期待 想快点放假 想现在就放假 当然是很开心 就是我的心可能是飞了已经 放松吧 因为我今年刚刚上班 平时的工作 心情会比较紧张 总算能回家一趟 我要去看演唱会 睡觉 就想多睡会儿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做饭 所以国庆佳琪的话 可能会每天换着花样 做比较复杂的菜 一个是打算多陪备家人吧 我和朋友也约了一下 就是出去骑车 我有了解到就是 国庆期间北京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灯会的一个活动 夜景赏灯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放松 和浪漫的一个就是选择吧 假期自驾出去玩 说的就走还会好一些 就是其实就是降低预期嘛 所以正好 正好在想生活 假期之间想要去学一下摩托车 给自己来回上班的路上 找一点乐趣 趁着这个十一假期学一学 可以让我自己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充分放松 比较有意义的对我而言就是见亲人 见朋友 像我们现在上班的话 其实陪伴孩子的时间 其实非常非常少 过庆佳琪的时候 就是多陪他读一读 就是比如长一点的书呀 或者跟他去玩一玩这种积木呀 或者是拼图呀 就是这些活动 就是我希望一场说走就走旅行 希望欣赏美景和美食 祝我们那个国家的那个经济环境 越来越好 这样的话 大家才能够放心的去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